老師好 各位師兄 師姐 大家好 我是在這一節學習長生學的一位學員的媽媽 因為她在出生時候的缺氧 導致了更不好 在學習的另一種大部分 所以就由我來幫她講一下她的典會 她的耳朵在生小的時候 就是因為缺氧之類的耳朵 那時候是沒有發覺到 因為一般以來我們有一缺氧是弄到頭腦 醫生也沒有經過三期診斷 也沒有告訴我們什麼 就這樣看到到五年級大概十一歲這樣 才有一位醫生告訴我 看來也已經很亮胃 所以不是那種腦氣感的那種情形 叫我去查耳朵 那時候才發現那是耳朵出了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就帶了肚聽去 不過因為太子帶了關係 所以在學習能力上也是想很好 然後帶了肚聽去每一個都要去復診 每一個都要去復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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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外面啊 我常常是很當心 那胖了一年後的肚聽力會下降 因為如果慢慢下降的話 總有一天就會很容易 所以經過了很多年 都是在維持五十八星那邊 那他今年上了這次的三月二的出眾計關的時候 他也蠻很用心的在家裡常常進座 然後今年五月份的時候呢 就要去做一年次的復診 那我坐在後座室外面啊 他很緊張 然後醫生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 醫生 那今天他聽力會有影響到嗎 那醫生告訴我 很好啊 他要取了一點點 哇 真的是一點點 但是我也是蠻很容易 就是把打不下 我幹錯 也真的是蠻擔心的 那第二項呢就是 他 他的驚奇一年次來 沒有幾次 上次他來的時候 他每次來的時候他會驚透 不是講很大痛那種啦 但是也導致他很不舒服 常常躺在椅子上 然後那天我就鼓勵他 也自己把手放的步步 進去躺在這個沙發上 他就照做咯 然後我走的話 上個樓梯來大概有一個鐘頭多 他就跟我講他很舒服的 所以他會長時間 越來越有信心 然後再一個是 這兩天的事情 那那天老师不說 要跟我們的器官懺悔嗎 那因為他腸胃比較容易發著氣啊 時常上當號 所會有遍寫應該有五兩年的時間 也看了一生都會好 然後那天老師說 或者是要考慶悔 我又問那個器官懺悔 我就跟他寫 腸胃啊腸胃 然後後面後面就是這樣講 他那邊就連續練習講 連續練習講 後來昨天吧 他竟然跟我說 媽今天我上當號沒有寫咯 然後今天我又來 什麼誇張 我今天一整天回來 大概剛才四點多 我問他已經沒有上這首嗎 他講沒有 他有沒有寫啊 沒有 後來我問他 他今天一整天的診斥 他沒有人啊 沒有人敢一次 所以 這個產生自由路 我們大不小病嗎 也小不舒服 大不舒服都好 那如果我們堅持相信他 用他 相信這個療瘦效果 會在我們五期間出現 謝謝大家